案发后 辛克利被起诉犯有谋杀总统 重伤四人等十三项重罪 辛克利的父亲聘请了顶尖的律师团队为他辩护 律师们利用大量的专家数据指出 辛克利患有一种叫中情妄想症的精神病 依照当时的联邦刑事诉讼法 在涉及精神病无罪辩护的刑事案中 举证重任是落在控方 所以最终 在法律和诉讼规则偏袒之下 辛克利以作案时精神错乱为由 被无罪释放 他被送往圣伊丽莎白的精神病医院 接受监护治疗 这场惊天刺杀案背后的理由 简直让人啼笑皆非 但索性 在案发现场被击中的四人 最后都死里逃生 案发时中枪的两位执法人员 很快恢复了健康 而新闻秘书布雷迪 虽然最后因被枪击中头部而受伤 导致下半身瘫痪 但是 身受枪支之苦的他 此后一直致力于推进有关枪支管理的法案 并且在1993年美国国会 通过了布雷迪手枪暴力防制法 而对于总统里根 案发后第二天 他就开始接见访客签署文件 在13天后 他离开医院 在此次事件中 里根的幕僚们展现了强有力的危机处理能力 但里根自己却很清楚 包括安保系统的完善 枪支使用的管理等等问题 需要进一步的解决 莫及其他人导致任何人决定 哦 例如山本还能够死掉 您对我继续过校庭网站的情况 如果您忽然不幸运 我说过了我朋友过来到处估 这些人都没有想续在结束 您不想起这些人 都致不快 这些人在这些人的福音 判为这种案 都想起它 I was very near going into a state of shock and I had also lost more than half the blood in my body and so that but were you angry well I didn't know for quite a while until they began to tell me about the young man that had done this and what his problem was that he was not exactly on a normal basis and so then I added him to my prayers that did you for myself that well if I wanted healing for myself and maybe he should have some healing for himself the Pope forgave the man who shut him you forgive John Hinckley yes I found out he wasn't he wasn't thinking on all cylinders there's some is it to this轟動世界的里根总统遇刺案 算是落下了帷幕一切都回到了正轨之中 在此之后一个民调当中就显示 里根总统的支持率不光没降反而从63%上涨到了73% 人们都为里根的复活而感到欣喜 那个延续了百年的总统诅咒传说也终于在这儿就此终结 在里根任职美国总统的八年当中他努力实现了在选举的时候曾经说过的话 让美国在军事实力上赶超了苏联 2004年6月5号这位深受美国人民爱戴的总统 与世长辞 想